字幕提供 要談到那個花跟果實的關係 之前呢,我們要先從花的構造開始來看 那 一朵所謂的完全花呢 我們大概可以把它分成四個部分 其中呢,那個灰在整個花 融中心的構造 我們就先支蕊 OK,就是支蕊 那支蕊的外圍呢 通常會包圍著 所謂的 熊蕊 這兩個部分呢 基本上是直接參與生殖相關的這個構造 可是被子子蕊當初在炎化的時候 基本上它不是只要解決生殖細胞產生的問題 OK,支蕊在這個地方呢 它主要負責產生的是雌性生殖細胞 但熊蕊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是負責產生雌性的生殖細胞 主要是除了這個生殖細胞產生之外 就是有性生殖 會面臨一個比較大的難題 就是你如何讓那個 死蕊的生殖細胞有機會相遇 好 那被子子蕊 炎化出基本上 比較一個 比較豐富的一個策略 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利用 蕊蕊可以利用花瓣 的構造 來去襯托 死蕊的這個位置 可以吸引一些特定的受痕者 來幫它受人 所以受人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有一個媒介的話 那它的成功機率相對就會比較高 這程度的話 它在發育的這個過程當中 一開始的時候 它比較脆弱 整個內部的這些生殖細胞 還沒有發育成熟 所以它需要有一個保護構造 那這個保護構造呢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惡片 OK 那這四個部分呢 包括子蕊熊蕊 然後滑板的惡片 滑板的惡片 它們會長在一個底座上面 那這個我們就稱之為 叫做花火 如果一朵花呢 這四個部分 子蕊熊蕊 花板惡片 全部都到齊的話 我們就稱這朵花 叫做完全花 然後接下來呢 再去看這個 兩個時間跟升級有關的 這個構造的部分呢 其中子蕊的部分 最底端我們稱之為 好 柱頭 那往下脖子的這一段 就稱之為花束 保護的生殖細胞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稱之為叫做 子蕊 而子蕊當中 內部呢 可能會有一到數顆的黑珠 再來呢 軟細胞會在黑珠裡面產生 好 OK 那這是子蕊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熊蕊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再把它分成 在領端這個地方很明顯 它會有一個相對體積比較大 這個醒悟的這個部分 我們稱之為叫做花蕊 那花蕊這個部分 它負責產生花整理 OK 包括地理裡面包含了這個生殖細胞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熊性的生殖細胞 我們通常需要讓它基本上 向上延伸 以增加它傳粉這個機會 好 所以呢 會有一個支撐物 這個支撐物呢 我們就稱為叫做 花蕊 所以一個熊蕊的部分的話呢 就包括了花藥跟花蕊 那子蕊的部分呢 就包括柱頭花柱跟子蕃 好 那當花盛開的時候呢 約略就是子蕊 生殖細胞 約略成熟的這個時機 所以 當花藥裂開的時候 花藥裡面呢 會開始釋放這個花粉粒 不管它是用蜂蕊散播 或者是用動物媒介的方式散播 OK 下一個階段比較重要的事情是在於 下一個階段呢 基本上 當花粉粒要在子蕊的柱頭上的時候 它會因為化學物質的刺激 而開始能發出花粉管 那花粉粒代表的是一個雄性的成熟的生殖構造 那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來傳遞雄性生殖細胞 也就是青細胞 那至於整個胚珠當中 大概整個子蕊成熟之後呢 在黑珠內呢 會產生一個短細胞 所以 卵位在黑珠內 那當花粉管形成之後呢 由它來引導 讓精細胞呢 逐步的靠近短細胞 再來如果 精細胞跟短細胞結合的時候 就會產生受精卵 OK嗎? 好 所以整個有性生殖的部分呢 前面這個階段 大致上呢 需要的大概條件就是到這邊 所以 花的形成裡面呢 在植物的演化上來說 它可以幫助 就是說如果今天有受魂者的話 那麼今天 雌蟲生殖細胞的相遇 基本上可能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一般來說 我們在拿植物的動物來比較的話 其實植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性 尤其是被子植物 那如果你這樣來看的話 當花粉管落在植物的柱頭上 長出花粉管之後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我現在呢 有一個專屬的管道 這個專屬的管道 可以讓 有性生殖細胞 跟雌性生殖細胞 相遇的機會大幅增加 所以在之前 也許受魂的時候 不見得每一個花粉都有機會 要在雌蟲的柱頭上面 但一旦花環環形成之後呢 雌蟲生殖細胞 相遇的成功機率其實大幅提升 OK 所以這是一個 在有性生殖上面 蠻成功的一個改善的方式 好 所以等到受精卵出現之後 接下來呢 整果這個花呢 它會開始產生了一個明顯的這個改變 因為我們都知道 花受魂之後 下一步它會發育成果實 OK 所以果實的構造當中 如果我們拿來做香菇硬化 比如說 你現在來看 一般果實我們月月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最外面的這個部分呢 就稱之為是果皮 然後中間的部分呢 可能會有果肉 OK 但果肉不一定會有 一般我們是水果有豐富的果肉 但事實上有很多的果實 基本上它是沒什麼果肉的 那接下來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種子 對 那種子被包含在整個果實的 這個核心的這個區域 好 所以當受魂完成之後呢 我們從整個這個構造面來說的話 雄性的這個生殖構造 它主要是提供雄性生殖細胞 然後受精的發生 基本上是在雌椅裡面發生的 所以果實的發育裡面呢 後來跟雌椅會比較相關 好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去追 整個果實當中 包括果皮、果肉跟種子 到底來源是來自哪邊呢 所以後來我們去追蹤之後發現 原來種子它是由黑豬 演變回來了 而黑豬當中呢 當初那個關鍵的細胞 就是卵細胞 好 那卵細胞受精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是 將來種子裡面的 所謂的黑 好 那如果黑豬發育成種子的話 再往外延伸來看 黑豬發育成種子 而黑豬當初是由子房B 來負責保護 那麼脂肪B呢 後來發展成什麼鬥障呢 脂肪B 比較靠外側這個部分 它就發展出果皮 那到內側這個部分 就可能發展出果肉 那我剛才也提醒過 有沒有發展出果肉 基本上是這個食物的這個特質 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會比較利用果肉 來飲用那個動物 來去攝取這個果式的 那很有可能它就有比較豐富的果肉 而這個果肉當中 不外乎兩個比較常見的特質 第一個水分豐富 再第二個富有甜味或香氣 那這個情況之下 當動物利用了果皮跟果肉之後呢 種子通常不太容易消化 那這個時候呢 植物就可以趁這個時候 讓這個動物呢 幫它把種子帶到比較遠的這個地方 那利用這個 來作為種子的這個三個色列 好 所以其實這樣一步演變下來 我們常常講說 植物的生殖性觀裡面呢 你可以談花 所以花基本上是有性生殖 開始一個非常重要的構造 那演變之後呢 成為果實 所以果實當中呢 不管你是談整顆完整的果實 這是一個 整顆完整的果實 它包含了三個部分 果皮、果肉跟種子 你要談整顆果實 或只談種子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都可以 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 有了這個花到果實的 這個演變的概念之後呢 那我們再來看鳳梨的這個問題 鳳梨的話呢 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像我們一般所看到的這樣的一朵花 它是一朵單花 比如說整個這個餅上去之後 這邊基本上只有一個單位的花 這個單位的花裡面呢 子房當中它的配珠可以依到數顆 好 這是這種花的特性 但回到我們去看鳳梨的時候 如果有仔細觀察過 如果鳳梨它在開花的初期的話 其實它不是整個鳳梨植物中間這個地方 導致一朵花 其實這個地方呢 它是包含了很多朵花 而當很多朵花長在一根餅上面的時候 其實因為你是同時利用這根餅 然後同時開很多的花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花 花絮品 當很多的花固著在這個花絮品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們所討論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花絮 所以我們看到鳳梨植物從頂端抽上來這個根 基本上它其實是一個花絮 而一個花絮上面呢 它會有相當數量的這個花 那這個花裡面呢 假設我們只表達磁蕊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那每一個磁蕊裡面只有一顆配珠 可是因為這些花之間的距離很近的關係 所以將來等到整個花絮的花均勻收穩之後 那這些花同時發揚的情況之下 齒蕊距離太相近 所以等到果實發展出來的時候 它們的果皮果肉就黏在一起了 所以等到我們看到鳳梨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 基本上怎麼好像上面 果皮上面會有一格一格的這個方格 其實它每一個單位的方格子裡面 就代表的是一個單位的果實 所以這個時候它其實是一個多個果實 所形成的複合果實 所以整個鳳梨的果實是由整個花絮發展而來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果實 所以當我們把鳳梨切開之後 你就會很明顯看得到 它的中間這個地方 有當初花絮品遺留下來的痕跡 然後再從這個花絮品上面 延伸出的一些紋路 這些紋路你可以追到它表面的這些 菱形的這個格子上面 其實這個就是它一個單位的果實 偶爾運氣好的話 可以在果肉當中看到一些黑色的顆粒 那個其實就是鳳梨的種子 OK 好 所以這是鳳梨的狀態 所以基本上它是這個 那因為如果在這個地方我們去看的話 它還有一個特詞 因為鳳梨是單子葉植物 所以從它的葉片上面 或者從花的組成上面 也可以看到一些單子葉植物的成績 可是如果今天就是鳳梨 如果我們看香絲樹的話 好 芭花植的三枝樹基本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生理資源 但它是人造林 OK 如果你去看鳳梨當初的磁蕊的話呢 鳳梨的磁蕊基本上呢 它的脂肪幣 裡面其實會包含的多顆飛珠 那等到香蕊 相似住瘦蕊之後 那這些飛珠一樣 它會發育變成是種子 OK 那脂肪幣這個部分呢 就變成是一個豆甲 所以它是一種所謂的甲果 那有沒有所謂的果肉問題 當然沒有 所以這地方這個就是它的果皮 那也是豆甲的形狀 那豆甲撥開之後呢 就會像豌豆一樣 OK 裡面可以看到多顆種子 所以像這種特質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原來當初這整個是一個磁蕊 一個脂肪 那這個脂肪裡面呢 它有多顆胚豬 所以脂肪裡面的胚豬呢 配是一顆也配是多顆 比如說像梅子笛子桃子記的善人 它就是屬於一顆胚豬的 所以加來發育之後 整個果實當中 我們就是可以看到 它整顆果實只有一顆種子 如果它有多顆胚豬的話呢 就像剛剛講的 豌豆或者是像香絲樹 或者是像那個紅豆 黃豆 毛豆等等 基本上它的一個豆甲裡面 配了多顆種子 我們就知道這個 整個子房當中 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是有多顆胚豬的 這個就是有關植物的這個生殖構造當中 因為我們是利用那個 香絲樹跟鳳梨來做一個對比 那香絲樹跟鳳梨呢 剛好鳳梨呢 它是單子葉 那香絲樹呢 是雙子葉 所以你要從這個地方 進一步去觀察 單子葉 跟雙子葉植物 花的構造的特性 當然也可以 因為一般來說的話呢 單子葉植物 在很多的生殖構造上面呢 比較能夠找到 平行排列的這些微管樹 那雙子葉呢 比較是往中的架構 那除此之外呢 鳳梨單子葉花的這個構造當中 一般你去觀察它的 花瓣或熊蕊 這個部分的話 它的樹木 常常會是三個倍數 可是如果去觀察相思樹的話呢 那它的這些生殖相關的構造 比如說剛才講的花瓣 那或者是熊鬼等等 常常會是四或五的倍數 所以這個是在花上面 可以去做細節觀察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從現成的這個材料上面 或圖片上面 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一個比較輕盈的這個脈絡 那有關那個生殖構造 它的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段落 好嗎 好嗎 好嗎